诸佛菩萨没有偏心 加持力量多少 是跟你做的成正比例 我能做到一分 佛菩萨加持一分 我能做到十分 佛菩萨加持十分 我们天天学尖教 没有想到去做 没有想到把它用在日常生活 用在处世待人节物 那就得不到佛菩萨 学了要真干 所以明白之后 心是定的 几个人明白 真的没有 果然真的明白了 在这个世界 要不要求财富 不要 他自己来 不求他就来了 如果没有佛菩萨 用什么方法去求 都求不到 那个很苦 去学佛的同学 尤其是在家 那出家跟某个人说 决定把这个东西放下 物质享受 完全放下 这放下 到时候我要用 确乏了 怎么办 人总会想到这个问题 张家大师告诉我 到时候你需要什么 佛菩萨 他找过你 这一句话 我们就心定了 我们自己发育 真的 像那眼镜上所说的 将此身心 奉尘差 实在名为 保佛恩 佛菩萨 哪有不加持 你看 连说法都加持 无论做什么 佛加持 你要有信心 为什么不相信 还得自己想方法呢 这就是对佛法 没信心 你看 头一个 信结心真 信就不足 你怎么能解 佛经的意思 我们开经纪讲 愿解如是 如来真是意 你怎么能解 你不能解 那我在此地 再举个例子 现前的例子 胡晓琳是个生意人 经商的 他把这个道理告明白了 他懂得了 原来 这命理财富是一定的 到时候就自己来了 那我何必去求呢 过去不懂啊 天天天去霸解雇主啊 希望人家来买他的东西 给他签合同啊 明白之后 再不找这个事情 我何必第三下棋 我老老实实 依着佛佛陀教会啊 来修行 来生活 来经营自己的事业 钱又没少赚 没少赚 不但没少赚 年年营业恶上升 金融风暴也没影响到他 他相信啊 这难能够贵 他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 不需要到外面去撒广告 就有人来找他 你听听他的讲言 他就报告 这生有多好处啊 一点不操心啊 我们佛门里头也有个典范 齐作品居士 一教奉献 他告诉我 古大德常说 富士门中有求必应的 他证明 告诉我 就是现在 他在护士佛法 需要用这个财物的时候 几乎是心想死 用不住去张罗 正确的 一点都不错 我是在五十八年前 张家大师交给我的 经过这五十八年的 经验 证明这个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们需要做一种事情 这个事情需要用钱 是不是要去画园呢 不需要 是不是要劝别人 是你发发心啊 做点功德呢 不需要 自然有人送来 送来的时候 不多不少 肚子 事情做愿满 不能多 多了什么 多了你没地方用 这才叫真正的感应 不会增长你的贪心 你是用亲近心做的 菩萨不是不敢死 事出事件 什么样的事情 他都做 你看 善才五十三餐 你不就看出来了吗 那五十三位善知识 通通是佛菩萨 化身在过行过夜里 男女老少 还出家在家 无论用哪一种身份 世线 在这个世界 无不自在 所以张家大使 跟我讲过很多次 遇到困难 不要求人 求人 别人不帮助你 你心里会不会难过 那怎么能求佛菩萨 我们中国 孤生仙仙告诉我们 也不是求人 行有不得 反求助己 中国古人教国 跟求佛菩萨 道理是一样的 反求自己 反心 我德行不够 诚意不够 智慧不够 所以这个事情 做不愿意不够 得行够了 诚意够了 智慧够了 那不可思议的感言 我认诚意不够了 我认诚意不够了